有一个笑话 说在精神病院走廊里 有一位病人对着另外一个病人 他抱着个鸭子的精神病人 这个对方过来个精神病人抱了个鸭子 这个病人就跟那个人说 老兄啊 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 抱着鸭子的精神病人说 你神经病啊 你看清楚点啊 这是鸭子啊 不是狗啊 但这位精神病人亲密地说 你才神经病呢 我又没有问你 我问的是鸭子啊 这个笑话告诉我们 当自己有病的时候 你才会感觉到别人有病 所以很多夫妻吵架 你说他神经病 他说你神经病 两个人都有点病 当自己想不通的时候 你才会跟别人去争 去斗 这个世界上树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每个人对事物的认知不一样 不要指望别人对你的认可 因为自己你最了解自己 也不要去指望别人会陪你一辈子 因为当你生活失去光芒的时候 师父告诉你们 连影子都会离开你的 所以一个人的心态要善良 要自己拥有自信 台长告诉你们 一个人心里衰老 有两个标志 你们记住了 如果你们知道自己心里衰老不衰老 有两个标志 一个是整天抱怨和后悔 第二个是整天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有智慧的人想得通 学博的人看得远 人生不就是一吃了之 一睡了之 一骂了之 一笑了之 一走了之 一死了之 一埋了之 有什么可以难过的 有什么可以伤心的 想想自己现在的年龄 过去的伤心和幸福 早已化作云烟了 好好地珍惜你现在拥有的 那是你当下拥有的东西 也就是你唯一拥有的 所以学博修心 海纳百川 有事不要忘心里割 你的身体才会健康 你的慧命才会去除烦恼 拥有长寿之相 不缠门 不管阻碍 ……我 知很困难 不愿惠 不龍